残酷到极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 整整两代欧洲人死在战场上 伟大的黎塞流 由此在中欧建构德意志各邦的权力军事 在海洋建构英格兰与荷兰的相互制衡 从而建立法兰西无可匹敌的大国地位 并在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展现了军事政策的威力和价值 说起来军事外交第一次在现代外交上的运用 并非昂格鲁撒克训人的制术 而是伟大的法国首相黎塞流之首 作为深刻了解查理武士时代一个主党尼德兰 中欧事务之绝对强权对法国致命威胁的政治家 黎塞流意识到 法国的国家安全和优势地位依赖于中欧各个力量的军事 法国的国家利益不能容忍 一个主导性强国在该地区的出现 这种对抽象利益的认识构成了 黎塞流30年战争期间外交政策的主要利益目标 最终以战争缔造了德意志各邦的军事制衡 并由此构建了法国在欧洲200多年霸权的根本基础 到了威廉奥兰治亲王执政英格兰之后 对大陆力量军事的追求 逐渐成为昂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根本利益目标 即昂格鲁撒克逊人外交利益追求的主要目标 从来不是为了镇压革命 也不是人类的正义 而是大陆各个力量的军事 这点与黎塞流有一曲同工之妙 关于这一点 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的重建》 一书中曾经借助英国外向卡斯尔雷的视角予以详细阐述 这位以历史学家自称的政治家维维写道 作为昂格鲁撒克逊国际关系史经验的象征 卡斯尔雷却在何事不过 因为他促使英国参战的原因 既不是反对某个革命学说 更不是以其他名义 而是为了反对某一个绝对强国主导大陆的野心 不是为了自由 而是为制衡而战 不是为了秩序 而是为了军事 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中 促使英帝国加入战争对抗俄罗斯的报告中 英国外交家Strafford Kenney 是这样阐述 英帝国必须对俄罗斯皇帝的壮志雄心 采取严厉打击之理由的 这位典型的安格鲁撒克逊政治家写道 的确 英国人在这里没有多少可见的具体利益 但如果我们置住不理 那么整个地区将会完全失衡 普尔其的欧洲领土 从奥地利边境到希腊 都即将落入俄罗斯皇帝的手中 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脑河 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会纷纷起来暴动 加入俄国军队 虽然被卷入这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 对英国人民来说是件非常不幸的事 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 不如现在就采取坚决措施 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 打开1853年维也纳会议 1919年巴黎河会以及1945年波兹坦会议的记录 就会发现 在这些会议中 英国人包括后来的美国人 外交追求的主要利益目标 就是大陆各个力量的均衡 而非具体领土的得失 1853年华铁卢战役后 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致信利物普公爵 他这样安抚愤怒的后者 为英国外交的军事政策辩护 他说道 由于拿破仑的背叛 我毫不怀疑 对法国强硬路线是最受我国公众欢迎的 但英国外交的任务从来不是搜集战利品 而是要尽量使世界走上力量均衡的正轨 的确 如同中欧各个力量的均衡 能够让法国称雄欧陆一样 就大陆各个主要力量的均衡与相互撤准 同样可以赋予海洋霸主 暗格鲁撒克训人 独一无二的世界主导与仲裁的地位 所以 如同自离塞流以来的每一代法国政治家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中欧地区主导性强迫的出现 自威廉奥兰治亲王以来 每一代暗格鲁撒克训政治家 同样也会倾全力 阻止一个大陆主导性大国的出现 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在论述卡斯尔维的政策时 这样阐述英美地外交政策目标和利益追求 他说 暗格鲁撒克训人的外交目标 更容易用否定而非肯定的语言来表述 这些目标体现了一个海洋强国的利益追求 对他来说 一旦大陆被一方霸权统一 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 暗格鲁撒克训人 自视为大陆军事的平衡者 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概念 和独特的关键利益 如果说俄国将自身的安全 建立在相对力量的威慑之上 那么英美将自身的安全 建立在大陆军事之上 这是大陆强权与海洋强权的不同抉择 大陆力量的军事 即是英美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